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事件》节目 今天我们会谈论到三个吸引众人目光的新闻 首先 拜登总统的儿子亨特 拜登因税务欺诈和非法持有枪支被起诉 这件事情引发了广泛关注 特别是在政治圈内 接下来 我们将讨论到前总统特朗普 他因为第十次违反封口令 被法官威胁 可能会面临牢狱之灾 最后 我们会谈到一个来自日本的初创企业 他们计划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在未来五年内将日本漫画的英文翻译量增加四倍 这些新闻不仅关系到政治和法律领域 还涉及到科技创新和文化传播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先来关注 马克龙献吻彭丽媛 习近平扭头看别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上周日抵达法国 进行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 并庆祝中法建交六十周年 周一下午在荣军院举行仪式后 他在返回爱丽社公与马克龙再次面对面会面 然后举行正式晚宴 两国元首将于周二前往比利牛斯山脉 进行更加私人的访问 习近平和彭丽媛返回爱丽社公与马克龙夫妇见面时 彭丽媛获得马克龙的吻手礼 照片显示一旁的习近平似乎是把头扭到另一边 并没有看向彭丽媛和马克龙 再来关注 习近平抵达爱丽社公贴身随行近视他 当地时间5月6日下午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爱丽社公 马克龙已经在爱丽社公举行欢迎仪式 接待习近平在总统府举行会谈 根据人在现场的媒体人陈家运在X平台上的帖文 他确信看到习近平的年轻助手 那个曾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上护送胡锦涛离开主席台的那位 出现在习近平的红旗座驾旁 在近期的新闻报道中 我们看到了政治 法律和社会正义等多个领域的重大事件 这些事件不仅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也暴露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挑战 首先Telegraph报道了关于乔拜登总统的儿子亨特 拜登如何在其父亲担任总统期间 因税务欺诈调查而引起政府内部的质疑 亨特 拜登的法律问题不仅成为了一个政治议题 更是被共和党人利用来将美国总统 与其儿子的商业活动联系起来 亨特因税务欺诈和非法持有武器被起诉 两项指控的审判将于6月开始 这一事件不仅凸显了政治家家庭成员的行为 如何影响公众对政府的看法 也引起了对于政治和家庭利益交织时 潜在利益冲突的担忧 接着Telegraph又报道了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因第十次违反禁言令 而被法官威胁要入狱的消息 法官胡安 梅尔钦对特朗普罚款1000美元 因为他在上个月的一次广播访谈中声称 陪审团 95%是民主党人 并警告说如果财务处罚 无法起到威慑作用 他可能不得不考虑监禁处罚 特朗普被指控多次违反禁言令 检察官认为他对证人和陪审团的攻击是 腐蚀性的和阴险的 这一事件不仅凸显了特朗普对美国政治和司法系统的持续影响 也引起了对法律制裁有效性的讨论 最后The Globe and Mail报道了一名曼尼托巴男子 杰里米·斯基比基承认杀害了四名原住民女性 但其辩护律师计划辩称他因精神疾病而不具有刑事责任 检方同意进行单独法官审判 以专注于斯基比基的精神能力和杀人动机 这起案件不仅凸显了对于精神健康问题和刑事责任之间复杂关系的关注 也引起了对于原住民女性安全和司法公正的深切担忧 这些事件无论是在政治、法律还是社会正义领域 都展示了当代社会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从亨特、拜登的法律问题到特朗普的禁言令违反 再到对原住民女性的暴力行为 这些事件不仅影响了当事人和直接受害者 也对社会的法律和道德规范提出了质疑 透过对这些事件的关注和讨论 社会有机会反思和改进 以应对这些挑战并促进更加公正和包容的社会 在东京的初创公司Orange 借助一项高达2.92亿日元 约1900万美元的投资 计划在未来五年内使用AI技术 将日本漫画的英文翻译数量增加四倍 达到5万个新的英文标题 Nike AZA报道称 这项由AI辅助的翻译技术 不仅预计将翻译时间和成本降低约90% 还将使得这些漫画得以跨越国界 走向海外市场 Orange公司将与多家日本出版商合作 初期每月完成500部漫画的翻译工作 他们计划今年夏天 开始在美国分发这些漫画 并逐步扩展到讲西班牙语的国家和印度市场 另一边 时尚界的最大盛事之一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春季服装学院展览 睡美人 时尚的觉醒 即将于周一开幕 并将持续至9月2日 The Globe and Mail报道 这场展览是一次多感官体验 包括嗅觉 听觉和触觉在内的感官 都将被唤醒 展览共展出220件藏品 全部来自大都会博物馆自己的收藏 分为地 空 水三个主题 每个部分都展示了不同时代 受不同自然影响的时尚作品 展览还特别邀请了气味艺术家 创造出与展品相配套的气味 侧展人还捕捉了面料的声音 并创建了刺绣的3D复制品 供参观者触摸 这场展览被设计为一次 亲密且参与性的 体验甚至包括了一位身着礼服的人偶 参观者可以向其发送问题 并通过人工智能得到回应 在体育领域 Lando Norris成为了本世纪第五位 在一级方程式赛车中 赢得大奖赛的英国车手 据The Independent报道 自2019年首次亮相以来 Norris就被视为F1赛道上的明星 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青少年赛车履历 尽管他的天赋毋庸置疑 但直到最近在迈阿密的胜利之前 Norris还未曾赢得过比赛 他不仅因在赛道上的出色表现受到欢迎 还因其参与在线游戏 而在维修区内外广受喜爱 Norris也与葡萄牙模特间演员 马格丽达 柯赛罗有着联系 从东京的AI初创公司到纽约的时尚展览 再到迈阿密的F1赛道 技术创新和文化展示 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连接世界 Orange公司利用AI技术大幅提升漫画翻译效率 不仅推动了跨文化交流 也为漫画爱好者提供了更多选择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展览 则通过多感官体验 为参观者提供了一次深入了解时尚历史和创新的机会 而Lando Norris的故事则是关于个人成长和追逐梦想的最佳例证 展示了不懈努力 最终能够达成目标 这些故事共同描绘了一个由技术 文化和体育交织而成的多彩世界 在当今世界的政治与经济版图上 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法庭风波 到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劳动力危机 再到阿根廷总统米莱伊 推行的激进紧缩政策 每一则故事都揭示了不同国家在面对内外挑战时的独特处境 《独立报》近日报道 特朗普因为违反封口令 而第十次被法庭裁定藐视法庭 并被纽约法官胡安·梅尔钦罚款1000美元 梅尔钦法官警告说 如果特朗普未来再有违反行为将面临监禁 此次审判中 前白宫通讯主任霍普·希克斯的情感证词成为焦点 他声称特朗普之情向成人隐姓斯托米·丹尼尔斯支付的封口费 审判围绕着特朗普涉嫌伪造业务记录 以隐瞒对丹尼尔斯和另一名女性卡伦·麦克杜格尔的支付 这两名女性都声称与特朗普有过婚外情 与此同时 日经亚洲报道了中国制造业正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 劳动力短缺 随着中国移动工人的平均年龄上升到2023年达到了创纪录的2.97亿人 其中31%超过50岁 这些年龄较大的工人已无法胜任体力要求高的工作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服务业的转型 使得制造业难以招募到足够的工人 这对中国作为制造业强国的成本优势造成了侵蚀 在南美洲 阿根廷总统米莱伊面对着对他激进紧缩政策的批评 根据BBC的报道 米莱伊坚称是政治阶层 而不是普通阿根廷人在为他的政策付出代价 然而 批评者认为 由于米莱伊削减了公共部门的工作岗位 能源和交通补贴 并且贬值了货币 导致数百万阿根廷人受苦 尽管通胀率开始下降 但仍是世界上最高的 独立分析师估计 以实际条款计算 对养老金的支出已经减少了30%至40% 这三则故事虽然发生在不同的国家 面对的问题各不相同 但都反映了当前全球正经景象中的一些共同挑战 政治领导人的决策如何影响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状况 以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各国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 劳动力市场变化和经济紧缩等问题 这些挑战要求国家领导人具备远见和创新的解决方案 以确保国家的长期繁荣与稳定 在缅甸西部 一个强大的民族武装团体宣称 已经俘虏了数百名政府士兵 并且夺取了一个重要的指挥基地 根据《多伦多星报》的报道 这个被称为阿拉干军的团体是缅甸罗兴亚族民族运动的军事分支 他声称在过去六个月对缅甸军队的哨战发动了攻势 并在拉开帮 也就是其根据地取得了这一重大胜利 然而这基地的夺取并未得到独立证实 而缅甸的军政府也没有立即对此发表评论 这场在拉开帮的战斗 是缅甸自2021年2月军队推翻民选政府以来 全国性冲突的一部分 在亚洲的另一端 美国和菲律宾军队正在南台湾附近的巴士海峡 进行战斗演习 外交家杂志报道 这些演习在菲律宾最北端的岛屿伊巴亚特镇进行 是上个月开始的更大规模军事演习的一部分 涉及超过16000名美国和菲律宾军事人员 这些演习旨在遏制侵略 并且是在南海紧张局势升级的背景下进行的 中国对这些演习表示了严重关切 中国外交部对美国在 中国家门口部署 导弹系统表示了严重关切 在科技领域 英特尔正在日本组建一个团队 专注于晶片制造的自动化 据日经亚洲报道 英特尔与包括欧姆龙 亚马哈摩托和Resonex在内的14家日本公司合作 开发技术以自动化晶片制造的后端过程如封装 这项合作由英特尔日本分公司负责人林木邦正领导 旨在到2028年实现工作技术 该团队将在日本建立一条实验性的后端生产线 并致力于标准化后端技术 预计日本政府将为这一倡议提供重大支持 日本经济产业省在全球半导体生产设备销售市场中 约占有30%的份额 这三篇报道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当今世界的多元和复杂性 从缅甸的内部冲突到美国和菲律宾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演习 再到英特尔在日本推动的晶片制造自动化技术的发展 这些事件不仅彰显了地缘政治的紧张与合作 也反映了全球科技竞争的激烈程度 无论是在军事、政治还是科技领域 这些发展都在塑造着我们的世界 影响着国际关系的未来走向 在近期的市场动态中 一场领导力的变革即将到来 而背后的驱动力正是全球利润增长的预期上升 根据The Global Mail的报道 美国银行证券策略师Ritech Smetayu 利用该行的全球波动指标预测 周期性股票即将迎来增长 这一指标结合了工业与消费者信心 就业、产能利用率、信贷利差 以及生产者价格等多个因素 目前正呈上升趋势 历史数据显示 每当这一指标上升 全球股市往往会迎来25%的涨幅 分析师们预计 标普500指数中的七巨头股票 将实现48%的年度利润增长 而其他493只股票的利润将收缩2% 然而到第四季度 七巨头的盈利增长将放缓至15% 而不应对其行为负刑事责任的抗辩 检方已同意进行单独法官审判 专注于审理Skibiki的精神状态和作案意图 原定的陪审团将被解散 审判预计将如期于周三开始 Skibiki被控一级谋杀 并被指控于2022年 将受害者的尸体丢弃在垃圾填埋场 这些事件和报道展现了从市场动态 到个人行为的多样性 无论是在经济领域的预测和策略 还是在社会行为和刑事案件中 都体现了复杂的因素和后果 市场领导力的变化 预示着投资者可能需要重新评估 他们的策略 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市场波动 同时 社会事件和刑事案件提醒我们 无论是公众人物还是普通市民 都必须遵守法律和社会规范 以维护公平和正义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着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多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